大家好,在這條影片中,我會教大家如何跟換 Model Y 的新化防禦濾網 其實現在所有 Model Y 都會有 Bio Defense Mode 前面車頭會有四塊很大的濾網 我們正式推出了這款新化濾網 因為在香港 Model Y 落地已經快一年了 即是去年九月落地,現在六月快一年了 順便推銷一下,如果你們未買水撥或原廠水撥不好 我們現在推出了一款濾網水撥,效果非常好,非常安靜 有興趣也可以去我們的網頁購買,或者去 Facebook 看 事不宜遲,我們看完濾網 我們便去車頭看看如何換濾網 首先,在更換之前,首先要準備好你所需的工具 我自己會有一套這些工具,方便去更換 如果你沒有的話,便需要有一個10mm六角螺絲批 套筒的,即是這一款 以及一隻T20的螺絲批 事不宜遲,我們來到車頭 首先,我們要先除掉這塊 panel 很簡單,基本上它只是用扣去扣 就這樣拉下來 我事先已經鬆了一點 所以我扒進去 基本上就全部扒扒扒扒 大概有十幾個扣 然後,整個拆出來 我事先已經拆掉了 所以,就非常之容易拆出來 那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們放在一邊之後 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要拆掉這個兜兜 這個兜兜,亦都非常之容易拆的 其實,這裡有四顆螺絲 又是10mm的六角螺絲 這裏有兩顆 這裏也有兩顆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這裏是有膠釘的 我事先拆了出來 因為我只有一隻手 基本上,就找一個一折螺絲批 或者一些膠棒 嬌一嬌起,就可以拿出來 我都放在兜兜上 這裏也不見 那... 把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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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上,一拿就拿起 拿起了之後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在這裏有條線 如果... 你不要太大力地抽出膠盆 先拆掉一條線 拆掉之後 這裏基本上就可以... 就這樣拿出來 我們拿出來,再放在一邊 先把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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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示范一隻手 這裡有一個 你會見到 封是由下面的封口位進入 然後 下面的封口位 就是入封位 全部通過這個封口位進入 基本上很容易 拉起 向外的封口位 它就會出來 入封位就是這裡 濾濾就是這裡 我們基本上 拆了這塊封口位 我們就單獨去換 我放在一旁 再示範一下 拿了 BioDefense濾濾 之後 其實我們要換入內的濾網 相當簡單 這裡有 T20螺絲 後面也有 基本上應該總數是10個 拆完 之後就可以開到整個 濾網的模組 我現在就拆了它 拆完之後再回來 我們就拆了所有螺絲 總共有10個螺絲 拆完之後 拿起的是濾網 本身這部車不是開得比較多 所以 都不算很髒 這部車 都不算很髒 這部車 相對來說 比較乾淨 因為它本身的過濾 不是特別強 這部車的2.5 灰灰色 都不算很髒 你看到也有少少東西可以進去 對 因為我一隻手拍攝 現在呢 我們就會把這部車 換了 換了 換了我們一套 HEPA Filter 因為我也是一隻手 我基本上 現在就換了它 之後再回來 小小的提示 例如你換到這裡 如果你下面那一層的濾網 下面那一層 這裡是有一個密封膠圈 膠邊 如果你想拉走這部 你可能要抓住那邊 用力拉出來 我這個個案 已經鬆了 基本上就是整個這樣 這個就是密封膠邊 我繼續換 我剛剛安裝了一層 你可以看到 雖然我不是經常用濾網 你會看到 其實呢 我不是整個 Bio Defense 的模式 但你會看到 其實濾網 這裡都灰灰的色 這個就是純白色 那 對了 顏色的分別 就看到 本身的濾網 都過濾了不少 髒的東西 那我繼續換它 先吧 OK 我換完了 那 再給你看多次吧 原裝那個 用了大約 七八個月 就少少灰色 那我也很少開車 和 Bio Defense 的過濾 雖然 車子 所有的 空氣 都會經過 Bio Defense 的濾網 那 那 那 當然 大部分時間 走內巡環 的話 就是走車內的細濾網 那我們 現在 就放回 放回 進去吧 都是一樣的 拆了之後 上回螺絲 那我稍後再放回 上車吧 我們回來車那裏 很簡單 首先 就放回 好的濾網 這裡最重要的 有一個步驟 就是 你要確保 就是 這個白色 這個密封圈 是 風遇了 那個入風口 那 基本上 所有車的風 就會經過這裡入 那 那 擺好之後 就放回螺絲 放回 那個 膠盆 記得 插回 那個 燈的插頭 那 上回螺絲 蓋上蓋子 就可以了 那 多謝收睇 如果你們有需要 買這個濾網 我們網頁也可以買 或者 WhatsApp 找我們 那 安裝呢 我們都有提供安裝服務 也是 隨時找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你預約 去安裝 上門或者 去店舖都有 多謝 收睇